好,欢迎回到6月15日的国情无格仔 好,多谢大家继续支持 希望大家昨天头提过的网聚 我们决定了星期日在雷丁近火车站 做网聚的,有一间餐厅挺好的 这个我就晚点了,现在我还没开网聚群 现在就先宣布了,大家先预计了 留下名字的朋友,大家先预计了 慶祝我们现在这个无格仔台,Hong Kong Uncensor Hit rate 已经突破了第一个月,已经突破了100万 很多谢大家的支持 好了,原本我们这一节应该是昨天做的 这个就是国情无格仔 但是因为昨天太多集没了 顺然,顺然一日 昨天我们也有一集的 胡思说外星人 不是外星人,是说UFO 香港UFO的独有现象 其实我们现在不断做新的尝试 亦都是跟胡思谈好了 其实我们除了讲政治之外 其实科普我们也有点兴趣 科普以外也有些科幻 或者是对未来的想象 其实就是现在我们合作的伙伴都越来越多 其实是经历过上星期之后 就是有胡思 可以讲科普的东西 亦都是有赵博 跟他们讲读书或者历史的东西 除此之外 我们也可以讲一下网台 就是说当年,好像焚众那样 网台没有格仔 很充实的 希望给大家一个 一个叫做 虽然很多节目都是我去做主持 希望给大家多些 多些不同的内容 丰富一点的内容 遲下就是 我们应该接下个月 再去 接下来第二个月 接下来五六月中 到下个月 就应该会 阿钟sir 可望会加入 只要找到伙伴就可以了 其实是 好了 那今天 即是说些什么呢 原本我们昨天就想说 唐山打人案 即是唐山打人事件 因为唐山打人事件 其实在大陆 内地都是炒得非常之热 尤其是那个女权事件 世界上有很多地方 其实也有 me too也好 针对女性的暴力也有 但是有些真 有些假 例如你说 Amber Hurt 就说 不只是被强奸 什么me too 大佬 即是被Johnny Depp 忽略强奸 对 又说被他打 又成的 怎样不知道 原来是两回事 峰回路转 原来他是打人 那个 是吧 我只不过是 是不是 Hitting you 我不是什么 就是 不是怎样去 不知道怎么说 即是说他和Elon Bucks 和我妹妹 那些都爆了出来 之后 有很多这些 side story 爆了出来 你看到 Johnny Depp 自从判了案之后 好像英雄那样 亦都非常之大量 原本 他有权 他有权 追讨 他自己去打官司 那个损失 嗯 就是追到 Amber Hurt 大概破产 但是 谁不知 据文 现在就好像未有证实 是吧 Johnny Depp 据文 就是说他不追究 是啊 是啊 宣判那天 他直接去伦敦那边夾班 是啊 是啊 那听闻呢 其实说真的 你想想想也是 其实也有一些 找自己笨 喂 来了分 你赔钱给你 你又要给他责养费 那最后的钱又在你身上 那当然 当然 那他以后呢 就更加依赖Johnny Depp 其实就是 他没有了自己的私货钱 因为其实他现在 那个儿子 是不是那个儿子 他是不是生了儿子 还是怎样的 有个小孩 不是很记得 是啊 其实主要是Amber Hurt 带的嘛 那你是不是要给钱的 其实是 只不过就是说 现在他公关上面 都赢了 就是告诉你 喂 除了我是寄往不救 我赢了我自己的名誉 回来 但是我没有 就是叫做 赢到盡 追杀他 是吧 就是 没必要这样做 是啊 其实他最 最不妥的一件事 就是 那时候 因为被人家 老屈完Me Too 之后 老屈完这个 家暴 Amber Hurt 之后 然后就不断 很多电影公司 都跟他割席 尤其是迪士尼 那些东西 都跟他割席 这个 这个 就非常之惨 但是 当然 就是我们现在说的 就是真的 真的 真的 这个 就是针对女性的暴力 嗯 在大陆是这样 那 为什么大陆燃烧得这么厉害呢 其实是 就如果你说 对上一次 是令到全国声 这么愤怒的 那宗案就是 讲铁链母亲 嗯 徐州白鞋事件 是的 徐州白鞋事件 那现在 这个 就是 这个叫什么名字 就是 这个铁链女 也都 要 什么花小梅 什么小梅 是吧 没有人知道她真名的 是的 没有人知道她真名 就 最后的下落 就是被安排了去精神病院 嗯 什么撤除 什么前额业 是的 有的传说是这么说 撤除了前额业之后 她真是瘋了 不是瘋了 直接是没有了 呃 叫做 没有了 没有了记忆 嗯 或者是没有了知觉 没有了consciousness 你说回 以前发生的事情 的能力也没有了 可能是这样的 这个就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因为我见到一些报道 有这样说过 有些人在网上这样传过 如果是这样的话 当然是更加悲哀 这个是 因为铁链女孩事件 其实在大陆里面 其实现在还有很多受害者 因为政府最终决定要保护这个人口贩卖的行业 因为那个行业是令到你农村里面 因为那个人口是有办法继续转下去 如果不是因为太窮的关系 根本呢 多余的男性 首先一件事是大陆男女比例失行 第二件事就是说 因为农村里面那一班 相对都是窮的那一班 如果你没有这个人口贩卖事业的话 他们没有办法娶到老婆的话 那么多余的精力如何发泄呢 这个是关乎政权安危的问题 所以一定要牺牲一个女人 然后继续保护这个人口贩卖事业 反正你那些女儿 在城市里面工作 你上不了位的话 大哥 踢你过去农村局 踢你过去农村局 他觉得起码也有温饱 如果你说大城市来说 其实女性的就业能力 其实不差过男性 甚至乎高过男性 问题就在于 你刚才说 农村有过剩的男人 这个也是张宇尔 在唐山打人案之后 就爆了一句 就是说 对啊 经常说这个战狼 战狼用来做什么 战狼用来打女人的吗 真的希望你们 一个一个 全部去当兵 去消费自己过程的 精力 或者是 蓝色荷尔蒙 他这样说完之后 就有人骂他 为什么要煽动这个 叫做两性分化 为什么要煽动这个分歧 如果这件事发生在香港的话 我觉得 其实也会有这样的想法 但是 其实 事实上 事实上 事实是怎么样 事实就是 那家敲肉店里面 其实 是一个 一个人 一个人 叫曹建华 我很记得他的名字 因为他等于我和钟sir的名字 合体 他就说今天他生日 他觉得 打完人一生之后 是他自己的生日快乐 令到他自己最好的礼物 为什么这么似 这个低俗喜剧里面 郑忠基飾演的暴龙哥 可以直接和杜云泽说 大哥 你喝醉车死人没问题 只要那个人不是太出名 就可以了 他的状况就是 为何我是 例如我是曹建华 为何入到他家敲肉店 那里 见到女人不信超 可以打他一身 原因就是 我后台过硬 他的想法就是 我只要不是打你阿成龙就可以了 这样而已 对吧 那曹建华好像是 打完人之后 还要自拍的 他本身是一间 什么叫 什么 什么 陰益農业科技有限公司 那里做的 嗯 那好像真名叫曹建明 不是曹建华 不要误用我和钟sir的合体 大哥 那有些人就爆他 就是在网上爆他 就说 以前好像说 有一些往来 就说他第一 就很年轻 第二 就没什么能力 就觉得他最主要 大家就忘记他 是一个强奸杀人犯 他以前是强奸杀人犯 他当时有个童案 他好像做一个电厂职工 他扣父时任 不知新区什么分局的副局长 副局长 然后就说曹建华的爸爸 用几十万的大车 都卖了 房子都卖了 然后救他出来 这个人 有网友在微博上爆他 原来这个人是惯犯 很简单 如果那间烤肉店 老板娘他也认识的 嗯 就是打龙头 看到有女儿 她的样子又不错 又挺是正的 就是 你说完一两句 我答散 你不理 不理的时候 答完之后 就可能强奸了 或者如果你说老板娘 她有间房 就可能被她在那里砌 可能是这样的 整件事是这样 他之外 其实他那时候说 原来有网民就是这样爆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因为其实也有人问他 你又知道 你见过 你什么都不知道 就别在那里 什麽什麽啥啥啥 就说这些这样的说话 总之就是这样爆 就是我现在一熟出来 其实大陆网里面有传 就是武山敏 我照说 但是 事实上 就是他打完人之后 其他那些人 就 他那些朋友 就跟他一起打 也有个别的女人 也有个别的女人 好像她身边有些朋友 都帮忙拖开 有几个女士 就尝试帮忙 但是都被那几个大汉 打一份 旁边有男人 有些男的顾客 在那里 没有人出手 没有人帮忙 男人不帮忙 你怎样解释 喂 那 因为成龙就说 是吧 很兴趣 火事 为什么每个男人 没有一个人 肯出来帮忙 有些人又翻炒 以前 吴彦祖 05年的时候 英雄救美 又是被人性骚扰 然后就英雄救美 被人爆樽 好像说 有件这样的事 你看吴彦祖 这些只是真男人 不止有内在美 还有爱在美 但是现在男人都去哪里 有两个解释 第一个解释 当时真的呆了 第二个解释 都见惯见熟 见惯见熟 还有那些人 可能就是黑社会 其实都恶开了 恶惯了 你都觉得自己一人 就帮不了些什么 甚至是可能知道报警 都没有反应 所以就爱莫能作 你不要惯了 正如说这句 因为大陆很多这些东西 例如 你看到刁文牛 他也说过 东莞的夜场 经常有些香港人 无端被人打到猪头 没有人管 原来 就算是有 即是这样说 你看到有些人 整群结怠 大汉 去打个女孩 你去帮忙 你都会被人打一份 那些情况 就算是 你勇敢得像721 你看到 大妻子被人打 是的 在车厢里面 有些人被人打 你去帮忙 你去帮忙 你去帮什么 你最多就是说 挡住 挡住 我最记得有个画面 有个车厢里面 有个男孩 求求你 放手 哇 谁不知你这样求他 他更惡 他觉得自己是得逞 打多几下 是的 打多几下 跟着 差在未 在那裏狂笑 他觉得自己有型得逞 林卓廷就只能够在这里挡 挡完之后被人打到爆咀 最多就是挡 因为身边没有其他人 也没有人报警 老板娘也没有报警 好像说之后也有帮忙 不知道 但你见到事实上就是这样 但为什么反而会有女孩帮忙 而没有男孩帮忙 真的不知道 男孩我代入 第一就是721的环境 你最多都只能这样做 跪在地上叫人帮忙 求你开恩 大爷 亦都这么说 如果你健开 你那些人 黑社会 你都见惯见熟 没有什么好下场 可能你说的黑社会 曹建华也认得你 对啊 对啊 那当然 寧愿 多一事 不如少一事 不如少一事 被人打完一份 之后还被别人点上 是吧 你为什么这么困难 是吧 你现在很威风 下次找你尋仇 你可能不找地方搬 为什么女孩帮忙 其实是一样的道理 女孩都可以帮忙 不是 女孩都可以害怕 刚才男孩害怕那些事情 为什么女孩会帮忙 男孩不帮忙 为什么 那一刻的反应 女孩一定会死硬 如果怕的话 一样 为什么 为什么会帮忙 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呢 其实是 其实是不知道为什么 我只想不够 去找到一个解释 其实 看看大家 真的同不同意 其实 这种性暴力 其实 大家见到太多了 那一刻 作为同伴 大家都觉得 你这样欺负我们 欺负女人 对同伴来说 欺负到上心口 你现在 你是 就是 搭散 在这里性骚扰我 性骚扰我 得不到 请 lady 仍在ロos 你作为女同伴来说 她见到这些事情 是会很愤怒的 他感同身受 他可能自己都被人 去虐弱过 那就帮手 或者 heavens 其实都不一定 会打回头 Hence 所以说的 是不是 τις 他们的 像一群肥肥大隻似的 所以為何會有張宇宜的說法呢 亦不是沒有道理的 張宇宜就說你們男性賀爾蒙過多了 不如你一個二個全部去當兵 這就是你一開始講的問題 事實上成男亦過多 十年前已經講過100比117 現在變成怎樣就不知道 我太久沒看過統計 多餘的男人 要發洩精力 真的不知道可以做什麼 尤其是你講中國經濟放緩 這些東西你不包容是吧 包容後你看到網絡反應這麼大 其實等於自由亞洲電台也有做過報道 原本有個女士 有個叫做00後的中國女孩 即今年19至20歲左右 他評論 那個00後的女孩叫阿雪莉 他就說他本身都很憤怒 剛剛看到這宗新聞 當時的感覺又憤怒又失望 失望的點就和大家都一樣 為什麼沒有人可以幫助 為什麼男人可以這樣打女人 而沒有一個男人幫忙 然後就說我始終都不敢相信 這是2022年發生的事情 甚至乎已經害怕 如果有一天早上 還是晚上也好 如果我一個人在外面的話 會不會都有這樣的危險呢 即是另一個 叫做太原市民 一個太原的女孩叫艾莉 就這麼說 看完之後 更加多是感覺到無助 光天化日 你可以攻擊一個女性 已經去到群毆的情況 都沒有人幫忙 更加無助的就是 這只是無數女性遭受 暴力案件之中的一件 如果不是上熱手的話 施暴者是不會被捕的 事實上 這件事變成熱手之後 也觸發很多件 暴力的Metoo 不是她 我也有份 之後就有個女孩 她說她被人混入九龍 你知不知道 這麼瘋 是的 被人在那間 一間叫什麼 星際網吧 不是星際賣相機 星際酒吧 她也是被人搭散 然後她一個女孩 和另一個友人 被人輾轉 即是非法禁錮 混入九龍 然後又把她的財物都拿出來 這樣去虐待她 有沒有強姦就不知道 她又沒有說到 有沒有 一年再三 這樣爆這些東西出來 然後又說 賣豆漿的老闆娘 又說被人去勒索 看到也行 其實每個人都有 原來有受害者 這樣爆了出來 有人爆了一段視頻出來之後 有這麼多人 去幫你說話 連張玉爾也幫我說話 成龍也幫我說話 這麼多明星幫我說話 不差我又說了一份 這個就等於 鐵鏈女孩 鐵鏈媽媽 之後也是 這件事爆了出來之後 然後那些致遠者 就增相爆 其實那裡十幾公里以外 又有一個 是啊 這裡有一個 那裡有一個 本身是很多 等於當年大明大放 這樣而已 毛澤東說 大哥你儘管批評我 然後全世界都批評他 這裏 你說的是 黑社會隨便打人的事件 其實就跟人口販賣一模一樣 甚至跟中國的貪污一模一樣 根本有些很正常的狀況 只不過說 受害者趁這個機會 就去發洩 而事實上 最後唐山市政府 就好像反應得很快 你一個一個投訴 那些事 全部做完 全部處理 包括那個 烤肉店 那九個男人 全部都被捕 之後你看到 網上有一圖片 誇張到 迅速到 不知道去到那些烤肉店 幾個 三個警察 你們吃東西 後面有三個警察去保護你 是這樣的 專門拍張這樣的照片 平民粉 其實這些照片多數都是擺拍 你看到 一迷女生 三個公安 立刻她在後面拍張照片 然後上網 其實有這些民粹 平民粉 有這樣的說法 很簡單 大哥 你問政府 例如你說 由這件事 再大 我們在說 徐州鐵鏈媽媽 白鞋事件 你問唐山市政府 會不會加強巡邏 會不會去全力去壓制這些 無法無天的事件 是否真真真正正會慢慢去拿個案 問回當時 例如你說 落夜場突然被人打一身的那些案 逐單逐單一一查 不會的 正如你說 正如說 在徐州政府 你問他 會不會去 特地研究 整個中國人口販賣 最少在徐州裏面的人口販賣的網絡 然後把連根拔起 不會的 根本就是習以為常 是啊 有些人就問 我見到很好笑 中早康自己在Facebook那裏說 有人說 希望習近平出來就唐山人渣非禮 並毒打文女一事 說兩句說話 習近平當然不會這樣做 三十幾年前 習近平就是一間北京的飯館裏面 因為非禮女服務員 就被全館職工追打 他這樣說 我也記得有一宗這樣的事 其實是自由亞洲電台 大概是四年前的報道 其實是一個 一個 一個 好像是網台節目 說你畫快些黑歷史出來 是啊 很好笑的 就說 軟紅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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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就是一個流亡 以前是北大的法學教授 就是流亡作家 你去澳洲 以前 原來和習近平 都有一些往來的 他當時是主政 好像是在福建 在廈門 做市長的時候 他就說 整天來回北京 就和軟紅兵 喝酒 聊天 又喜歡喝酒 茅台 有一次 酒後亂勝 喝酒之後 就拿一個女婦屋養 那個屁股 過足手癮 拿完他的屁股之後 那時候 那時候 北京 都未至於像唐山那樣的地方 那麼野蠻 他就說 全管人 出來說要打他 打習近平 重點在於 因為習近平是地方官 不是京官 你這種九品芝麻官 走過來高級地方 做這些事情 現在全管追打他 他都很合理 拿人的屁股 你是京官的話 好嗎 不要緊 脫下底褲給你拿 那時候 那時候 袁紅兵 就很有義氣 他就說 你先走 然後他就在擋住 叫他快點走啊 九哥 梁家輝 走啊 這樣 他就說 最後 被習近平 跟朋友 共同進退 共進退 推翻餐桌 抵擋 然後一起套離 哇 這些畫面 這麼 很大丈夫 立刻 找桌子擋住 然後 你先走了 那麼 習近平 然後 奪門而去 兄弟 回來救你 原來就有一段這樣的往事 那袁紅兵 會不會因為他 就被人打一頓呢 這個就好像沒有什麼 交代 他覺得習近平有個優點 就危難當頭 有義氣膽氣 不丟下貧 屁股 屌你他拿人屁股 怎麼會 他就丟下了袁紅兵他 怎麼叫做有義氣有膽氣 我真的不太明白 但是習近平有個致命的問題 就是做得出這些不端行為 也有個心理缺陷 他做了天子之後 這種缺陷 就被無限放大 行事決策 就沒有理性 沒有邏輯 這個問題 正正就是我們 之後要講的問題 好了 接下來的補充 就跟大家再講一下 習近平的問題 決策問題 好